哎呦妈妈 跑到100多的时候 你还不怕 鸡上 100多的时候 你还能买一顿刹车 整个过程 我没有踩到十字对不对 哈喽大家好 我是颖队长 今天天气真的好好呀 我们今天 打算去看一下 四个圈的车 还没有开过四个圈的车 也不知道开起来怎么样 走我们今天就去试一试 毕竟我们买车 也不是一件小事 必须要货币三家 走现在就出发 本来前几天 就打算去看四个圈的车 但是没想到 就试驾个南天白远 就搞了一天 看车没有想象中那么轻松 哈哈已经到四个圈的地盘了 走我们进去看一看 虽然都是德系车 但是宝马CC店 和奥迪CC店的双丘风格 完全是两回事 感觉奥迪的展青风格 特别的简约 现代风 不过好像是展青 比宝马那个要大一些 而且连新能源的车 都给安排上了 奥迪的新能源车 有没有小伙伴买呀 先上车 静态感受一下吧 奥迪的车 果然偏商务一些 一来就安排了 一辆简配车呀 后排出风口都没了 空间还是不错 这应该也是一款 普通音箱吧 会给你们感受 这个车是一个原音箱吧 原厂音箱这个是 最定品是BO的音箱 我们想在左的一块 是好多喇叭呀 四个喇叭 有没有底音跑 没有 走开的话是底音跑 这边有点出乎意料窩 我没想到它的原厂 都有整种小锅啊 这音箱一开 感觉国序都差点窜出来了呀 这音质真的厉害厉害 真不敢相信这是原厂音箱啊 因为三系 标配只有六个音箱 三系的话 标配只有七个音箱 我们有几样东西是进口的 第一个有时是全进口的 如果是要的话 要从德国那边挤过来 第二个我们的这个 发动机里面 起缸那一套东西是进口的 然后这个车上的 显示屏幕全进口的 这个有导致音箱吗 肯定有导致音箱的 没得全进 而且是全系都不标配全进 唐家认为这款轿车 没得用全进的皮 啊 它是前后对立的吧 这款 前面四个后面四个 而且有新人保护装饰 和新人放碰装预警 有中东塔车吗 有那个提醒功能 这个点听一下 不一样的风格 听一下它的人的声音 对 它说出了一些 乐器的声音也比较多 可以可以可以 这种东西家中的话贵不贵啊 这个 这个的话也是两千多块钱 出房口 哇 这个有点贵哦 其实我说十万哈 嗯 真没得好多笔啊 那么好的客户 最开始卖车的时候 有这个直领 它终究竟好像后排 这一档的会扔到了 二十年 我告诉你嘛 因为那个车 它是这辆大尖 后排优密出风口 无非就是多的那个 两档三分钟的容器 因为它这个 红空调 红一出来之后 这个车子 它大概是 自动很红空调的 今天是 台湾是分区的吧 对对的分区的 所以说它是会孔子 它这个这个 肩里面的温度的 不得不说 接待我们这个销制口才 那也真的是绝了 太厉害了 硬是被它说的一愣一愣的 突然就感觉后排出风口 哎 好像不是那么重要了 我们该说的 田木和田庄啊 对 田木和田庄 也是一件开一件关吗 对 这是一件的 有时的话也可以一件 它不可能两个都开过去 好吗 两个开过去 它没得掉房了 本池的领证币是一比七 把一台 本池是车上了 之后零配钱去买钱 买的钱 基本上可以买 那边七一台本池是 哇 我记得领证币的话 是一比三点八 不过车里面发现说 它那个 配件的那个价格的问题 就是那个后期 是用成本伪强 就相对来说低一些嘛 对 你还减能性 要低一些啥 这个位置是10.05 对 又没干本了 你们还加了 潮乐地 潮乐地 还比较更好 啥通鲜还有个鲜 作为轿车 A4这个造型外观 还是比较不错的 这男色也挺帅的 不过好像 也没看到路上 跑着黑色A4啊 这是啥原因呢 到奥迪C4店来了 也不能闲着 走 上科武去感受一下 Q5啊 Q5的后排也这么 这也太高了吧 你看 这么高 感觉 这材质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 电动座椅 感觉好精臭 这个 这个 在这里就死 就等到鞋子上来跳出来 果然是SUV 一坐上来 马上又变高了 这款科武 它也不是真皮打红座椅 夏天坐的很不一样 它是补啊 但是它那个 暴流到那个死体案件 哦 这是 Quattro 你只管踩油门 剩下的交给Quattro A5啊 接着又去看了轿车 A5和A6L 不过还是被他们的大哥吸引 这款奥迪A8L 应该就是跟隔壁宝马7系 是属于同一个级别吧 也是百万级别的行政轿车 骑电车就是不一样 看起来好长好漂亮 很有科技感 哇 这个里面才漂亮 A8L这个类似有点意思 它明明不是大连瓶 但是大眼看上去 它就是大连瓶的样子 几乎没有看到什么实体的物理案件 哎我真的感觉 奥迪他这个门 好结实啊 就感觉像是一个肌肉猛男 这也四驱的 哎这个是 哦是这样的 你碰全是指纹 他们的杯架开启方式 真的都不一样 差点搞坏了 它真的是手欠的 A8L和那个器械 那个器材更大一点 我感觉都差不多 哇 这后拍也 很宽敞对吧 非常宽敞 你看 翘二郎腿完全没问题 这应该不是顶配车吧 因为这个轮骨看着就不像 之前早期的奥迪前中网全是竖条 后面又变成了横条 然后再到后面又变成了蜂窝状 现在这个叫什么呢 把相关手续办完 接下来就去路上试驾一下奥迪A4L 然后我们就出发吧 我们有机动讲师模式会过 我们选择 好完了 好像习惯了一坐的后排 情不自禁就要开始笔划拳头 这又是五拳 跟三系长种一样的 后排是真宽敞 奥迪的黑色类似我们还是比较喜欢的 在这个车门脚头你看做一块10米8级的车身行 然后我们脚头的话 基本上一盘子可以从左边达到右边的一个米头的道路 所以它的一个领域是非常迷糊的 也得感受一下领摆加速 在紧急刹车是啥感觉 哎呦妈妈咪 跑到一杯的时候你还会发起刹 一杯多的时候你还会发起刹车 整个国产镜 我没有拆到私事对不对 很闲心 特别 特别没有往前抓老口 这个最重要的 是的 而且没帅没有斗 就有没有特别的 当然你搞吧 它自己就是这样子的 我们先上熟食模式 你不要跟我调吧 熟食模式嘛 来吧干涉一下吧 熟食模式 我们没有转眼菜的话 熟食模式 熟食模式的话就是 比较更注重熟食性 它的选项比较软一些 我们会不会是开试驾车 没有一个跑到山上去的呀 确实要是不买会不会挨打呀 提起奥迪车的动力 那销售还是比较有自信的 你刚刚的车是确动的 满车应该也不错 不得不得不得 经济模式不二货嘛 我觉得反正更能够了 更可以 3.2的流区 我实际上的比宝马流区还要大些 比本池流区还要大些 本池不用说 本池一点物体也要更好 一般每个车都是给这种 开乌龟车的那种女儿开的那种 永远都不会超一任何一个车子了 它包括连电吗 就是 碰碰到中边 用手掌点嘛 本田封田那些 它完全是两种感觉 这种车是嗶嗶 我们是哺哺 那么把车子踩下去吧 踩进 好你看冲久 然后不用管 随便好久 不过哪不是我们的车上的门 我去往家里弄 它都不会往后弄 这个是什么功能呢 这个是加强般的破道驻停功能 一般的车只有3-5秒 你不给油它就往后留了 我们这个可以直接关吗 不用管 直接停好做数 那个时候我们如果给油 还是直接走的时候 不会往后留一点点 请你拆好 哇 请你拆好电线 它就直接走了是吧 而且离举上的拔 咱们这儿掉头吧 我尽量不要让你把车上了 感受不出来有那么惨 你看一哈就过来了 把世家车开到山坡上来 停了一把陡坡起步 但没想到的是这么长的车身 既然在一个狭小的地方 还能一把成功掉头 这方车是新款的一个晃动机里面 夹到这个晃晶蓝的 所以它的一个超恐怖的 还超过 明白加速的这个推背感感受了一次 还想来一次 这感觉真的很爽 主要是前几次还是有点小心的 多开几次就感觉差不多适应了 我开的时候也是挺害怕的 坐的人也是挺害怕的 所以自己也害怕 只是没说出来而已 倒一杯 我踩了哦 哎 oh my god 那是比较平的吧 实际没有保湿也没有 抖抖抖抖抖抖 拿着口边停了 我就差不多赶着完了 地上了 给油车 哦 给油车 它这个油门好黎明哦 我感觉我轻轻的给你 可能是你们约翅开个碗汤吗 哦 哦 哦 这个 我需要加弄的 然后影响 我需要加弄的 然后影响 看下去 哦 那吧 我就考虑了 关于奥迪S10U 试驾就是差不多结束了 然后就回到CS10 开始商量价格 看看价格是否在我们的预算之内 CS10的服务还是很不错的 后面库房里停的新车还是好多啊 基本上都是黑色和白色 其他颜色基本上很少见 不过我们发现 这汽车只有A色和B色有保护膜 其他地方连膜都没有 现在这汽车是出厂的时候就不贴了 还是说被CS10给扯掉了呀 有没有知道的小伙伴 我们试驾的这款车 刚好有三辆线车 而且是刚到的三辆线车 都是洗的干干净净 才刚刚拿出来的 先小主说奥迪的灯特别贵 两个大灯要是撞坏了 换两个大灯总成 就要花10个W 这是买灯送车吗 难得这三款都是蜂窝状的进气格杉 车身整体的看起来都比较漂亮 而且是一架宝马三系 可我们的感觉就像是一个 有钱的年轻人开的车 现在的奥迪A4L 感觉就像是一个稳重的里路南开的车 所以各位小伙伴 你们觉得这款车怎么样呢 如果你们觉得不错的话 要不然就选它了 我们今天看完四个圈之后 现在又天黑了 我们试驾的车是A4L 如果按照原价银行贷款算上利息 陆地价格应该是39万多吧 它的类似整体来说 它的科技感没有那么多 就比较商务范一点 然后整体感觉比较成熟稳重一点 不过它这个类似还没有 它第一个档次的A3L这一款更有科技感 估计还没有更新吧 第二点就是它的空间整体是非常大的 它没有像宝马那种分的什么标轴啊 长轴之分 它是全系都是长轴版 外观的话也是比较年轻 非常的漂亮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试驾缓解了 首先第一点就是它这个动力还是非常强劲的 虽然它这一款它不是高功率版本的 我们试一下极加速它也是非常的快的 而且极减速也是非常的稳 不过它的隔音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 但是很意外的是 它这个车的原厂的10个喇叭 效果就已经非常不错了 不过说到操作驾驶感受还是宝马要好一些 但是各有各的好 好了暂时就说这么多了吧 喜欢我们的视频 可以点击关注转发 评论订阅哦